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很多麻煩 好麻煩喔 什麼 喔 こんにちは 我們到日本了 天氣超好 做不出巨大餃子 沒有關係 直接飛過來日本吃就好了 你看這個尺寸有多驚人 它超大的 而且它很重 這個應該是一種 重訓嗎 所以我特別點了一個小的在旁邊做對比 你看這個 這樣剛好合理 然後其實它這裡有一個挑戰 是如果你六十分鐘吃完的話 是免費的 要記得三天前預訂 然後旁邊的店員一直在旁邊 因為我今天其實沒有要挑戰 但他一直在旁邊 我就想說 我切下去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求他一下勒 對 先跟他說沒有要挑戰 因為我想要切下去的時候 我怕會有點緊張 我們來切開看它裡面是什麼 從正中間 哇你看那個餡 傻眼那個汁 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怎麼辦 我好興奮喔 它的肉超多的 我們先從旁邊切起好了 這個都是皮 它的皮QQ的 它真的就是小的那種水餃皮放大的那種口感耶 這真的是我不會做出來的東西耶 這怎麼那麼厲害啊 我們再切這個餃子給你們看一小塊 是不是看起來超療癒的 唉唷好開心喔 還好有來 不過它的鹹度滿鹹的 我覺得是不需要沾醬料的那種 可能我等一下吃膩就會沾 不過現在覺得不需要 等一下我會有點太開心了 它的尖角實在太油了 你看 而且它因為夠大 所以它裡面的肉全部都還很小 吃起來有爽感 哇 水煎包です 皮扁起來 你有沒有覺得看起來很像 要包水餃之前的那個內餡筒 我幫你蓋棉被你才不會忍 你看看 旁邊的日本人一直在討論我意思 我們來試試看 它這個跟小的餃子的味道有沒有差別 先來咬中間 先來咬中間 我覺得大的餃子的內餡比較好吃耶 因為小的餃子的內餡比較沒有那麼多肉汁跟 蔥的香味 可是大的餃子很明顯香很多耶 還好我可以吃大的耶 懊悔了吧 真的好甜喔 真的好甜喔 吃一半了 它原本的樣子 現在有點像是金牛角的感覺 你會不會以為我會在吃牛排 我會不會以為我會不會以為我會在吃牛排 然後把下面遮起來 我說的是這個畫面以下啊 你們不要誤會哪裡遮起來喔 店員非常的關心我 因為我剛剛跟他說我們要挑戰 結果吃的速度很快 他可能想說 What 好我先把邊邊這裡切掉 他邊邊嚼爪的地方 像這個 像這個 這就比較厚 然後如果你沒有沾到東西吃的話 就會比較 切起來就比較肥膩 切不開啦 怎麼這麼丟啊 因為他三天前預約 其實我剛來的時候 他除了一個預約期之外 他旁邊已經幫你準備好一個水了耶 所以通常來挑戰的人應該都喝很多 你不要指對我 我會知道我的臉比較重要 我會知道我的臉比較重要 我們來加一點這個 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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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他到現在還是熱的耶 好厲害喔 最後這個 你會冷嗎 這個有一個厲害的 你們看喔 哇 煎餃那麼小就代表我的臉 一定臉很小 其實這個煎餃 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外面這個大叔一直看著我好害羞 好厲害喔 最後一口 恐怖 素晴的 吃完了 現在是正常Size的煎餃 而且它這個盤子其實有點特別 因為你看 這是不是放醬料的地方 因為它特別有一個凹槽 好多 小的真的比較沒有那麼香耶 不過小的它其實裡面的蔥也很多 最後一個 這是一個微笑 吃完了 做不出巨大的餃子沒有關係 我們直接飛來日本就有了唷 我們直接飛來日本就有了唷 你被業配了 現在台中華信航空 有直飛東京成田徑場喔 而且每天都有一班早去五回唷 像我們家是住档花 我哥哥如果要去東京玩的時候 還要開車到桃園 現在 不需要 現在呢 只要到台中就可以直飛囉 你們一定想說我住台北不是嗎 沒有辦法 他是業配 我們回到台中了 感謝這一次華航集團 華信航空帶我們去日本吃餃子 現在從台中飛成田機場 早去五回每天都有 肚子好像突然有點搖搖了 好想要吃炒飯 然後它這裡其實還有很多 大份量的食物給你們看一下 餃子 這是我剛剛吃的超達水餃 炒飯 這個是拉麵三碗 然後還有很多中華料理 有興趣的話可以來試試 有興趣的話可以來試試 底部 可以玩 黃師 搜尋 你